大家好,我是Dan 前几天,女团ESPA成员吉杰 因为在一个影片中的对嘴而引起了海外粉丝们的争议 然后在今天,吉杰上传了道歉文 前几天,SM上传了一个ESPA幕后花絮的影片 影片中,吉杰卡丽娜与玲玲随着播放的音乐舞动 然后吉杰也对嘴了这首歌的歌词 但是因为歌词里有在英文里启示黑人的词语 所以就引起了海外粉丝们的争议 而SM也下架了该影片 然后在今天,吉杰上传了道歉文 我想为在现场播放歌曲的时候 我说出的错误的词而道歉 我不是有着什么目的而做了这件事 在我最喜欢的艺人的歌曲播放的时候 我被冲昏了头脑,我真诚的道歉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也不是跟着唱,只是对嘴都这种程度的话 真的好傻眼 要对写那个歌词的人说什么 为什么要针对吉杰呢?太傻眼了 都不能跟着唱的话就不要发表啊 说实话不希望他道歉 但是海外粉丝们很多也是没办法吧 好烦 但是也有网友们表示 因为歌词是那样,所以能不知不觉的唱出来 但是在影片公开之前应该要上调吧 那个单词真的是很敏感的 就算是对嘴F开头的单词一般也不会唱出来 西方人也是听归听 出现N单词的时候也不会唱出来 虽然是因为不知道而犯的 所以不该被狂喷 但是应该是要道歉的 对于吉杰的道歉,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一个消息是 在昨天Twice公开新曲的预告片后 因为网友在论坛上传了标题为 TWICE为什么每次回归的风格都一样的贴文 这位网友表示 每次的风格都是超漂亮,对吧? 因为怕被攻击 所以这位网友在贴文底下也留言 是幽默文 知道TWICE风格很多样 这是在养颜值的贴文 因为犯了标题挡个罪,带来了很多动图 看标题突然愤怒后 看内容成人了 真的耶,风格每次都是超美 都很漂亮 但是子余真的太太漂亮了 TWICE真的很漂亮 而且还跟牛一样的勤奋工作 真的是太厉害了 谢谢你们为了我们出这么多歌 下个消息是 昨天 旁谈孙元男进行了150分钟左右的线上演唱会 而在演唱会开始之前 所属公司对外声明 皮在前一天彩排过程中 小腿肌肉部分受伤 到医院接受了检查 虽然骨头没有问题 但是医师建议 暂时不要做太激烈的舞蹈动作 虽然PEE本人想要参与表演的意志非常强大 但是公司决定听从医护人员的建议 会让PEE坐在椅子上进行表演 而在演唱会的中间中间 PEE也多次向粉丝们道歉 会好好管理自己的身体 很抱歉让大家担心了 然后在演唱会结束后 PEE也通过粉丝论坛留言 我会变得更帅后再回来的 应该买了很贵的门票 没能充分地展现给大家 真的很抱歉 我们来看一下粉丝们的留言 我们都知道你是最伤心的 昨天只是坐着也表演了最棒的演唱会 不要伤心 只要健康就好 昨天看到太阳你笑的样子 这钱就值得了 不过 我会变得更帅后再回来的 然后在昨天的演唱会上 成员穹鼓也公开举进了黑粉 在唱歌之前 成员们对穹鼓说了 你不是有话要说吗 穹鼓开口 我有话对不怎么喜欢我的人说 在这里不怎么喜欢我的人就是黑粉 在说完这句话后 就表演了so what歌曲 所以呢 我就是成穹鼓 真的很高兴 我是别家粉丝 每次看到爱豆们被攻击 也不能说什么的时候 就非常上火 最顶尖的他们能说出那样的话 真的太痛快了 我反而因为穹鼓都知道 所以很伤心 然后太阳最后也说了 突然想问一下大家 大家觉得 艺人能这样公开举集黑粉比较好呢 还是觉得 身为艺人最好不要这样公开的举集比较好呢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